伴随着大须弥锤的全力爆发 连天使之神都短暂地被炸环压制 就在唐三炸开号天锤第四魂环 大须弥锤挥出第四锤的时候 千刃雪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虽然唐三并不能真的伤到他 但是千刃雪可是神级的实力啊 以神级之力被唐三如此压制 简直就是七尺大乳一般 这一次千刃雪没有再用双手抵挡 背后六翼张开将他同时包裹起来 抵挡住了唐三炸环的第四锤攻击 与此同时千刃雪的天使虚影浮现 无数金色的羽毛从四面八方射向唐三 在唐三大须弥锤炸环的逼迫下 千刃雪终于使用了自己的魂迹 唐三身上的第五魂环随之炸裂 整个人已经再次飞了出去 双手握锤直追千刃雪本体 眼看着那无数金色的羽毛 就要刺中唐三身体的间隙 突然间他身上的第六魂环也炸开了 这也是吸收了千军以皇三兄弟后 带给他的第一个十万年魂环 庞大的炸环能量爆发而出 炸环之力将在天使羽毛尽数搅碎 在这第五锤第六锤的强大攻势下 千刃雪再次重重地砸向地面 直到这个时候千刃雪才深深地奥补 自己根本不应该小看唐三的实力 在千刃雪成神之后在他的潜意识中 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应该有自己的对手 在面对唐三提出的赌约时 他也是一直抱着猫捉老鼠的态度 始终都没有用出自己的权力 而这个男人似乎十分明白自己的心态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利用种种他自身的优势 竟然把自己逼成了如此程度 千刃雪相信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自己绝不会给唐三这样的机会 一定会第一时间先全力以赴 把他拿下再说 不过现在后悔也已经有点晚了 一击得手后的唐三气势越发的炽热 耗天锤第七魂环毫不犹豫地爆裂 他整个人追着千刃雪从天而降 他根本就不管自己的身体状态 无论自己的身体如何痛快 他还是坚持破开了自己的第七魂环 这是唐三真正意义上 第一次使用大虚迷锤炸环 身体的痛苦完全无法掩饰 那炸环之中连续暴击的快感 而这七锤也是悄然来到了千刃雪面前